美國的肯塔基州今年三月 發生一起令人心驚肉跳的交通意外 當時一輛半連結車為了閃躲 跨越雙黃線的對向來車而急轉彎 衝往橋邊並且吊掛在半空中 造勢駕駛十五號出庭 面臨四項指控 包括無罩駕駛 二十六歲的半連結車駕駛 湯瑪斯開在路易斯維爾克拉克 紀念大橋上 一輛對向來車 突然衝出雙黃線 湯瑪斯急轉彎 衝往橋邊撞出護欄 車頭吊掛在半空中 湯瑪斯最後被成功救起 但也已經嚇破膽 消防員花了大約一個小時 像蜘蛛人般掉著往下 從車窗把湯瑪斯爆出 斷裂的半連結車 車頭離水面約三十公尺 相當於台灣建築技術規則 住宅的七八層樓高 行車記錄器陸下的這整段過程 已送交法院 肇事駕駛33歲的布蘭漢 十五號出庭面臨四項指控 其中一項為吊銷駕照之無照駕駛 公事先玩黃韻玲便宜 有懷疑認識我 由紫維尼 感谢观看